農友巡視果園仔細觀察果樹上的蜜藻 確認果實有七八分熟才採下 在他的細心照顧下 今年他的蜜藻園也結實雷雷 照顧之後就要看你 收顧時感也不感 比較感的擦比較多 後面就比較大顆 比較不感的 你老很多後面就比較小 品質也比較不太好 如果比較小 比較大顆品質就比較好 曾義松種植十多年蜜藻的經驗 果實品質越來越穩定 在口耳相傳之下 最近開放柴果後 每天都有人來體驗柴果樂 色澤鮮豔 皮薄多汁又鮮甜的蜜藻 成了這些老主顧 常年光顧的吸引力 架子又多汁 然後又好吃 又大顆 大顆 然後吃下去 真的還想再來再來 我們每年都來摘 我的 我這是用土地 南部也是 有小部分用土地 土地 土地的皮比較薄 皮薄吃起來 肉就這麼油 我吃 我這個有夠的 很熟 所以它不會熟 今年因為過年較早 曾義松玉菇 元宵節前還能採過 喜歡吃蜜藻的民眾 不妨考慮到它的蜜藻園 體驗輕手採摘的樂趣 平常熟度最剛好的蜜藻 記者賴秋風 台中採訪報導 謝謝 謝謝